Gatecare在2017年3月15号推出市场 因为我们很像保险产品在市场上造成了混淆 所以国家银行把我们放上了金融消费者警惕名单 Financial Consumer Alert List 在我们积极和国家银行沟通之下 经过9个月严格的审核 我们通过国家银行批准可以在市场上合法经营 不需要保险牌照 因为我们不是保险产品 当然我们也从国家银行的金融消费者警惕名单中被移除 这就证明了Gatecare项目是可行的 今天的Ask Gideon篇章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任何对Gatecare的疑问 欢迎你们在以下留言 我会一一的为你们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